我身为驾驶人时 经路口遵守停车 让行人先行 我身为行人时 遵守行人号制 走在行人穿越道 不划手机 随时注意周遭状况 台北市长角安大声宣示 象征维护交通安全的决心 9月是开学季 许多大学陆续开学 不过根据台北市历年交通事故统计 9月起到年底 也是交通事故号发期 其中机车事故更占了77.6% 因此台北市政府配合交通部 9月交通安全业活动 推出机车新学期 安架斗阵型补助计划 向鼓励年轻人考取机车驾照前 先上驾训课程 针对领取机车驾照前三年 我们发现发生事故的比例 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们也推出相关的措施 也就是希望我们的年轻朋友 当你满18岁很兴奋 要去考机车驾照的时候 之前都能够上我们的驾训课程 所谓的驾训班 我们也提供相关的补助 我们配合中央 我们总共补助3700元 鼓励年轻朋友考驾前 先上驾训课程 我们发现经过统计之后 上了驾训课程之后 考取驾照上路以后 能够大幅降低造势的风险 可以降低56%的违规风险 降低35%的造势风险 交游局长谢明洪进一步表示 驾训班课程补助分为场训 及考照后的道路实际体验 北市府与中央共补助3700元 呼吁市民多加利用 一个场内的训练 一个叫做道路的训练 一般他们的收费大概都4000多 那我们为了要鼓励学生 就是去场内 给教练去教导 比较完整的那个驾训技巧 而不是在路边 给朋友给爸爸妈妈这样去学 我想这个这样的差别 所以我们鼓励这样的一个性质 我们自己台北市政府有补助1300元 每一个学员 那至于考完以后 他拿到驾照 我们也期望学生在教练的整个带领之下 实际到道路去体验一下 道路可能的风险 驾训专家强调 目前国人考取机车驾照 主要还是以自学为主 因此透过驾训课程 让学员有系统的学习安全驾驶 才能将事故发生率降低 透过一个课纲式的一个教学 比较能够将一些操作的细节 就是有系统化的教学下去 那这样的话 因为本身摩托车在操作上 它本身是很需要靠 这个肌肉协调的一个 一个交通工具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交通工具 所以透过驾训的过程 可以将这个 这个事故的发生率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比如说在紧急刹车的训练 那在时速大概60公里的情况下 能够把车很稳定的把它停下来 其实这个是需要 这个是需要不断的练习 讲完透露 在长子大宝建议下 自己也看了最近爆红的YT影片 三道猴子的一生 看完后觉得非常写实 也更期盼年轻朋友考取驾照前 先上驾训课程 保护自己也同时确保 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当自己认为技术纯熟 技术很好 更要特别留意 我想不只是保护自己 也要确保其他用路人行车的安全 响应交通安全月 即日起到9月20号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也推出 问卷抽大奖活动 更将在三处人潮聚集地点 办理快散活动 宣导人本交通 停浪文化 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是车辆驾驶人 也可能是行人 彼此礼浪尊重 才能建构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记者张祈腾 台北报导